你 拿這個 照鏡子喔 不是因為我之前出鏡子 大家好我是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朱萱洋 哈囉大家好我是天橋上魔術師的Nori 我是出夢軒 這也是L的 What's in my bag 對但是這是 What's in your bag 對這個是他的 這是出夢軒的包包 這是朱萱洋的包包 我們決定互相開箱一下 這是什麼 沒有啦那個是過敏用的噴劑 欸我覺得想要先從這裡開始 這有東西嗎 欸有欸 喔對 哇筆記本欸 這是我的小日記 我可以隨便辦一頁嗎 我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大概這樣子 你這時候偷偷按念我對不對 沒有啦開玩笑的 這什麼 喔我的相機 對 因為我喜歡拍照 可是平常 帶我自己的相機太腫了 我很尷尬就是一直開著 你 拿這個 照鏡子喔 不是因為我之前出 不是因為我之前出車禍 然後 我就很喜歡我機車的那個後照鏡 然後我就 我就沒有把它丟掉 因為我蠻喜歡的 不想丟掉 好 就這樣不用問太多 我問你期待等一下還會拿到什麼東西 最高學習法你在學什麼 喔我最近在看的書 因為我覺得我怕我學習速度太滿 了解一下 我可以跟他講他的三個原則 你可以講一下這本書嗎 最高學習法的最基本的第一個原則是 希望大家可以仔細的把這些過程看清楚 因為如果你今天讀了一本書 它有百分之百 但是你只讀了10% 你讀了10本 就只有100% 但是你花了你讀了三本 裡面一本是50% 你就可以150% 也就是說你可以很簡單的得到更多的資訊量 這樣會太難喔 這樣好像沒有輸 還沒有輸到我腦子 還沒有 你在降虎出來幹嘛 之前上課需要用到 是確定是降虎嗎 對降虎 不然有一種 好 好 雨傘 有一袋雨傘幹嘛 遮陽 陽傘 欸幹嘛 我真的會遮陽 因為我很容易黑啊 我怎麼覺得大家給我的反應 讓我有點難過 欸你其實蠻會收納的欸 這個是指圓油 指圓油是什麼 就是你手指的指甲縫這邊會比較容易乾 就要擦指圓油 真的啦 他只要畫一次就夠了 我這樣再畫一圈 那你幹嘛 欸真的欸 有用欸 See 這是什麼啦 喔那是電鳥的 喔 欸你很酷欸 喔這個東西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應該是精疲電刺機吧 欸怎麼變成我在介紹 因為它就是電鳥 就是你只要貼在身上 沒有電鳥有分 就是它有吸盤式的 跟這種 這種叫精疲電刺機 它是貼在你的皮膚上 皮膚上 透過你的皮膚上的水分去導電 我不知道 我有時候就很累 我就會電一下 好 我可以看錢包嗎 好啊 欸你是小時候的欸 對啊 你剛剛那天照我好笑喔 我那天去護登事務所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阿姨就跟我說 這個要放大一下 那個阿姨就跟我說 我們這邊 那個照相的地方 然後它就直接幫我 在隨便一個地方 然後用手機這樣 喔它直接這樣拍就可以用 對啊 然後就是這樣 欸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剛起床的樣子 看一下 魔術方塊 你要現在轉給大家看嗎 欸你不是會轉嗎 我會轉啊 我就是那時候 我拍天橋的時候 然後大家 那時候很瘋魔術方塊 真的 我還買一組送小不點 欸我們東西太多了 欸這邊是 欸這邊是 那個天母的天母市集 跳島市場 有沒有人要過來 對 要不要買 如果從對方的包包選一樣 你想要換到自己包包 你會選什麼 你應該會選這個吧 我 我想選這個 這真的太酷了 真的好笑 這超酷的 我會選這個 你那個紫什麼油的 喔紫緣油這個 我可以 我可以 對我會挑這個 如果 大家 對我們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就在下面幫我們留言 對然後記得 訂閱按讚加分享 小鈴鐺 叮咚叮咚叮咚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現在一定要戴帽子 因為我剛當兵完 我頭髮沒有繩 就 真的好差啊 有啦有差 有哪 有哪 有呢 很多摩訪 不要 你 要